他…有沒有說想吃什麼? 他經理人說了,他喜歡吃那個卡哇哈記 卡哇哈記不就是馬麵魚? 這麼早點,我都沒吃過 卡哇哈記很少人吃 而且不容易訂貨 他說明天晚上來吃嗎?訂一切嗎? 有辦法,我出去…好快回來 你真幸運 之前卡哇哈記已經停了一步很久 這批貨就剛剛回來了 謝謝譚公子 這批貨這麼漂亮 我只要這箱子 至於價錢方面有問題嗎? 價錢不是問題,最重要是解決問題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以為我們帝王才會引唐公子入貨 沒想到你也會 其實這次只是特殊情況 你不是介意嗎? 我不介意 唐公子打在門口做生意 任何人都可以來買貨 我先去店舖,謝謝唐公子 我先去店舖 他們來辦什麼貨? 聽他們說要招呼一個日本的國寶級運動員 所以特地過來拿卡哇哈記 卡哇哈記? 是呀,卡哇哈記停了一段時間 這次回來的這批貨特別漂亮 你要不要一點? 暫時不需要,再看一段時間吧 我趕快去吃 我拿著我去吃 我拿著你,要阿美 我把你拿著我吃 我拿著我吃給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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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吃給你吃 很少吃到這些魚,有什麼特別呢 Kawahagi在日本很矜貴 牠生長在零下十八代的深海水域 很難捉,不可以人工自養 迎師傅拍照了 很漂亮,寧師傅 寧師傅… 嘗嘗了沒有? 先進去 多叔 徐澤先生說今晚明耳做得很好 他還說今晚的款待 令他明天比賽有勢力量 真的? 謝謝,再見… 再見… 你慢慢吃,然後噎到 究竟是我的烏冬太好吃 明天你太餓了 一定是我的烏冬好吃,對嗎? 真的 今天要招呼他們兩個大帝 弄得我這麼緊張 對呀,今天怎麼樣? 很順利,有記者來拍照 我相信我們二壽司 一定大受宣傳之下 你二壽司就厲害了 不過我們Saki烏冬也不會輸蝕 我給你 什麼禮物? 物歸原住 我的船主木馬 為什麼你會送給我? 我記得你交這個船主木馬給我的時候 應該是你的人生的谷底 但你看看今天,你多有成就 你已經回到幸福的起點了 我希望你永遠都這麼幸福 所以就送這個船主木馬給你了 其實我和你一起,我就已經最幸福了 怎麼樣?毛先生 不是吧,進了醫院 或者會怎麼處理呢? 重川先生 什麼?那家沙華先生怎麼樣? 我怕,你怎麼叫壽司? 那家沙華先生吃到壽司之後 又餓又餓 這麼厲害 其實我們二壽司 因為處理食材都很小心 這次發生這樣的事真的很負險 總之這次的事,我一定追究到底 等守我律師信 曹主先生 余先生 這次二壽司的人情脈中毒 你有沒有話想說? 長澤先生出不了菜 令日本家人很不滿 你怕否影響二壽司的聲譽 不好意思,我們沒問題 說兩句吧 或者會不會再出賠償? 謝謝… 余先生 我們會拿一件本來發驗一下 在這段期間 你暫時不可以營業做生意廚 如果發現 你們的馬面魚是有問題的話 我們不排除會看檢控 請上升了,兩隊 走 叔叔… 其實沒事的 真是禮行公事 大家就當我放假的 行了,下班了 再見 走吧 施宇,你的卡哇雅器是跟誰買的? 是幫阿棠公子買的 我明天跟學家說 說棠公子之前進入了卡哇雅器 是有問題的 那你跟他買? 我又不知道之前有這樣的問題 他做生意的,一定不會告訴你 他上次有問題而已 也不代表這次揮火有問題 是 你過來幹嗎?你不看火嗎? 我不放心就過來看看 外面有很多記者 我已經說了不做訪問了 一個人也不走 但卻是在外面跟他們做訪問 這次二壽司是犯了一個不應該犯的錯 明知供應商進入了一批有問題的魚 我們這些有經驗的都會很小心 不敢進入火,要先看清楚 明知供應商進入了一批有問題 讓他回家後確定魚沒問題 我們才會再入火 這次的錯誤 很明顯就是負責那位師父 經驗不足所造成的 飄哥,這裡是二壽司門口 有什麼應該由智仁自己回應 不需要你幫他發言 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而已 如果迎師父有話想說的話 都可以發言 迎師父其實到現在為止 你成不成是自己的疏忽 我承認是我的疏忽 因為我太匆忙,我沒考慮清楚 內貨的問題 二壽司其實一直都很著重 這個食物的品質 這次是個別事件而已 內貨出現問題是個別事件 但是一個有經驗的壽司師父也知道 有新貨度也要親自事成 不知道迎師父你有沒有做到我這個步驟 那天我太匆忙,有太多事要兼顧 所以我… 所以你就忽略了這個步驟 不知這次又是個別事件嗎? 兩兄弟不用落井下石而已 我想你搞清楚就好 自己沒有做好本分,怪不得 今天迎師父已經解答了你的問題 到此為止,我回家 總之這件事我會承擔一齊救 我會寒冷嗎? 阿如 來 長宅經理人就發了這封律師信給我 就說要求別上 其實沒事的,我已經遇上了 那你打算怎麼樣? 主導來就行了,沒事的 看來今天也沒什麼做了 大家可以早點下班 行了,下班 是… 鳳凰先生,不如你去姜姜那邊幫忙 這邊我看著就行了 那有什麼?打電話嗎? 蛤?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 我們去看這個